- 周全 - 你看什麼都我付費 - 多 哈哈哈哈 - 不是 - 我一定要先觀眾講 - 我絕對不是一個 - 不能接受的第一名人 對 我是很願意感性跟進步的 - 因為畢竟做餐 - 也沒有什麼叫絕對的 - 好像絕對差 可是為什麼我今天要特別拍這集呢 - 因為他們有些的攻擊字眼 - 我真的是他媽的不能接受 - 我覺得你可以說我東西貴 - 你可以不了解我用心 - 你可以覺得我賺暴力沒關係 - 你也可以覺得我東西難吃 我也可以接受 因為每個口味不一樣 可是他媽的 你現在有人說 我讓我去買真空包 回來賣給大家 所以你今天要澄清是不是 澄清澄不澄清 幹啥我又不回應 我不回應代表不我認欸 有些人說我口味像三張小福 我也認的 雖然說我覺得不像啦 不然欸 我們你們有沒有像三張小福吧 沒有吃到我 因為我是撿十顆水餃 十顆水餃 水餃OK好對不對 對啊 基本也可以不夠 剛剛去吃兩天 還是滿飽的 不很貴吧 說實話 中上 中上啊 對吧 可是有那個指法 清 我今天就是要回應 他們說我的麵 他媽是用真空包 對我們的牛肉湯 也是加工廠買 加熱給客人的 你們會不會太不了解我啦 我再怎麼有雄弟抱持黨 我也不敢幹這種事情 好沒關係 那我今天就是 完整的回應就是我的副品 還有大家質疑我面對的部分 價錢先不講 因為我們是以牛肉湯底 為基礎的一個店 去延伸著所有商品 因為那個湯頭 是我們大概花了將近 半年去研究 熬製而成的一個 很重要的元素 那當然成本 你們可能不了解 我們用的都是很 不要說高級食材 很真材實料 一般的 比如說100粗的牛肉麵 他們怎麼做 他們就是煮湯 加粉 媽我也會啊 我就是不敢嘛 我就是要去呈現就是 總要是好的湯頭 那你們不了解也沒關係 今天這集我至少要跟你們交代 就是我們的牛肉麵的 湯頭的製程 是怎麼樣去完成 而且這集要分三天 因為我們就知道有三天 應該是算四天啦 那中間有些畫面可能會帶過 阿浩 過來 媽你現在看到這種副品 有什麼感想 因為我都那麼脫飛 就知道 幹嘛很累是不是 沒有 那個主動現在其實我把 餐廳的大小食物 都是以它為主 對 因為我玩新人塔 他也還願意跟我平 所以其實我很多資源都交給他 然後我自己還要負責一些 交際還有行銷的付費 對 他廢話不說 媽媽 讓你們知道 媽媽我湯頭怎麼做 直接公開喔 直接公開 沒差 對 你們你們都是閒工夫做啦 哪些第一人會叫我這樣開這邊店的 好啦 而且還不能賣太貴 幹 走啦 好啦好啦 來 這是第一天嘛對不對 對喔 因為我們的牛肉湯頭 是用雞湯跟牛肉湯的混合版 對 因為我們為了要讓它 帶入湯頭的層次 誰在跟我說是要不要真空包 自己在耶 喔 你媽的真的是 欸 它B掉 來 這是我們的牛肉湯 因為這是剛烤好的牛骨 對 進去熬煮 要熬三天 因為目前煮比較清澈的狀態 我跟觀眾講啊 我這輩子 終身不被代工廠的煮 欸 你確定要這樣落話 因為我會自己蓋 因為我跟代工廠配合 其實有一段很不愉快的回憶 不會啦 就都還沒有做完旅行而已 我們用牛肉湯去煮 這是我們的海帶有沒有 因為有很多的觀眾覺得就是 我們跟滷味非常好吃 其實我有嚇到 因為我必須承認 我對滷味的要求沒有那麼高 可是客人很喜歡我們的滷味 就是會一直來買一直來買 甚至叫我們擺餐 最大的工程就是 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去熬煮 整個代工廠 然後我剛剛講 因為我終身不跟代工廠合作 因為我之前有跟他一些不愉快的 反正那時候 我在新莊蓋軟動物的時候 我就有一大區就是要為了去做 我們自己的代工廠 所以我在這邊跟所有觀眾保證 微點客不管我未來開的所有的店 絕對不跟代工廠合作 都是我們自己做自己煮自己熬 那你就是代工廠 對 我就是代工廠 沒錯 我就是代工廠 所以不要再有任何的懷疑 覺得我們跟人家配合 蠻冷凍的來賣 我想不需要好了 因為湯頭這種東西 沒有速成法 唯一的速成法就是 加粉 對 大家有看到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粉在裡面 不然我們就全那些 就是很多大學外面 不是有賣那種 80塊90塊牛麵 對啊 欸 幹嘛這樣 牛筋呢 好 那就是我們接下來就是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湯頭熬煮的變化 好 第二天好 看一下看到裡面 我剛剛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是把牛肉湯濃縮 所以時候變小了 然後它要再往我煮一天 那明天會不會只剩一個 明天會不會只剩一碗 我希望影片可以讓觀眾知道 就是我們的牛肉湯成本 肉費很高 而且我們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的肉比湯還多 喔 是喔 可是變成就是 如果沒有用這麼多肉的話 我們可以煮不住 這麼多的原因 所以我怎麼自己在開麵店的時候 才會開始思考 原來為什麼有些牛肉麵店 加它不可以加對不對 你有遇過嗎 或是只限加一次加兩次 所以我們才用的那些肉 去衍生的像一些撈麵啊 牛杂麵啊 去分散消化那些肉 那當然現在來的客人 如果你覺得 湯不夠的話 基本上我還是先教在原本 就是能給就給 盡量滿足客人 因為這個湯頭 真的非常的正貴 而且我們都不會煮太大料 因為為了要保持它的新鮮 因為我覺得再好的東西 放久了都好吃 包括食材 包括湯頭 都一樣意思 有豬骨頭對不對 豬骨頭湯 然後我會加一些豬皮啊 然後一些青花骨頭 這就是我們那個啊 店裡算另外一個招牌 榨菜肉是麵的 這個的成品就變這個了 看起來像牛奶鍋欸 因為我們有加一點椰奶 對 可是我們椰奶不會像 就是大家討厭那個味道 我們只是提味相用 那我預備的雞口湯咧 開始煮好了 就是我們昨天的雞湯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就是 真空包裝是目前的餐飲業裡面 最昂貴 最安全 最味噌的保存方式 因為以前比較穿熱牛邊 他們都是會整個 慢火就是這樣放的 我們選擇用比較高層的方式 就是我們都會把它變成一袋一袋 然後有多少用多少 我知道很多客人可能覺得 看到我們是真空包裝 想說你是外面買來的 我們有自己的設備 而且我們還花了很貴的影像 好 這就是我們急速冷凍 那什麼叫急速冷凍 你看我們會把湯都放在裡面對不對 它大概就是 10分鐘可以到速食證 哇賽 湯直接結凍 直接用急速冷凍 放這裏是它的 新鮮度 很貴嗎 我買了20萬 我覺得我自己在這上面 但是蠻敢花的 蠻用心的 不喜歡我們本 東西要好得出來 所以不要再罵 真空燒 還被誤會 不然我們去上網廠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 那第三天了 就看我們牛肉場面什麼樣子 第三天了對不對 對 它是肉肉跑出來 現在就直接做一碗牛肉片給觀眾看 好啊 對 OK 好 最後看一下 這是我們平常滷味 對 等一下 牛筋跟牛腩 然後看牛肉桃的製作 看一下就能不能吃完 對 好 那就直接做一碗牛肉片 好 那這樣一碗牛肉麵就 都完成了 很多人留言說什麼 我們的麵桶 很像真空包的麵 這麵桶是拿我們的配方 去請外面的 就是字面工廠 去幫我們去生產 我只能說這個麵桶是我很喜歡的 那相信有很多客人來吃過 你的麵桶是比較不一樣 因為比較那個Q 然後比較有紮實性的感覺 那相對的人 也會有人不喜歡這個桶桶 會覺得太硬了 所以未來我們準備 請我們的工廠就是做 兩種麵桶 一種粗的 一種細的 讓客人去做選擇 因為麵這種東西 有些人喜歡粗 不喜歡細 那些人有些人喜歡粗 他們喜歡吃 要因人而異 那好不好吃我不敢多想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就是我們 自己做的辣椒醬 對那有來我們店裡 如果有點牛肉麵的話 強烈建議 加辣椒 好再來是我們的自製酸餐 因為我們酸菜選用的是特別貴 對那當然又有兩集 有些人覺得我們酸菜很好吃 有些人覺得酸菜很難吃 這個就沒辦法 我覺得很盡量 其實我們盡量在 所有的小弟弟商店都注意到 不管在設計 唐點客菜單 還是設計冰店菜單 我都是希望以最好的方式呈現 看成本多少錢 賣多少錢 那這個我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我們 平常店裡不會去煮豆腐 因為這是黑松露辣醬 那我個人覺得 你加了第一種辣椒 再加第二種辣椒 它明顯會再更不一樣 會有一個更新的香味出來 那大家可以來嘗試一下 覺得很好吃啊 對我來說是真的好 我自己覺得我們的湯頭 應該會更有層次 Google的鋪品機制 應該說它是一個標竿 是可以去 它是一個標竿 是可以去分析 見到的好壞 這個用意我相信Google是美意 他說我不能用氣吧 我覺得我本來就遲早會接受 忠情跟批評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跟觀眾講說 我不是不能批評 也不是不能感情的人 像草爺第一次突襲我們視野運的時候 自己內心大家都知道問題很多 所以本來就要調整去感情 只是異性這件事情呢 你要說是對我們完全沒有影響嗎 不可能 想真的有沒有影響 絕對有影響 當然有很多的異性是我們 我在合理懷疑 他自己都沒有來過 我根本沒有試過 那我只能默默地蹲下 那當然面店我相信是 所有客人可能來得真的很生氣 所以留下內心 所以其實你們所有的異性評論 我都會親自回覆 並且了解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有些的延遲 真的我個人覺得 對我一延遲 那你要我說 就是以後可不可以 聽說來我餐廳的客人不要留異性 我也不會這樣講 可是我會覺得其實 當下我相信我教育我所有的員工 我都會去跟他們講說 一定要去關心客人 一定要去了解 今天哪裡有部署的地方 因為在厲害餐廳一定有事物的時候 多關心多了解 我絕對可以減少這種狀態 好那當然最近新聞有一個就是 還有名叫阿唐賢都長相 然後他就被關心 乾娘你不覺得他超莫名其妙的嗎 就跟我們見面今天一樣 大家都是第一個很貴 原物物料上漲 我不奢求你們知道 因為你們不會了解 那為什麼沒有人去攻擊 原物料上漲的問題 然後去攻擊我們這種 最末端辛苦在做的設定這樣 再來是你們覺得我們貴 他們可以選擇不施 我不知道我們那些謾罵的人 到底的心態是怎麼樣 每個人都有他的賺錢 像獲利模式 那你怎麼不去像iPhone 他媽的利潤不好 你怎麼不去像money 1850塊 我怎麼沒人喊貴 然後去抵制我們這種 在地經營的品牌 那才能成長面貌 真的是見到一個不行 好啦你整個離題 那以前我客人有跟我們殺價 我有嗆他說 那你看醫生的時候 你怎麼不問他說 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你不敢嘛 只會欺負我們那種 願意回應跟 努力在做事的人 導致我們餐飲業 越來越難做 真的是越來越難啦 我已經快沒做事了 好那你說你 我一碗牛肉麵250塊 你們可能覺得貴啦對不對 那你們不不瞭解 現在美國牛肉到底漲多少錢 你要是我提示報嘛 你現在去看所有的牛肉麵 願意用美國牛肉的有幾家 很多店家原本用美國牛肉 因為他們受不了 所以改用一些南美洲的牛肉 當然我們也可以 對那味道有沒有差 我覺得有差 所以我沒有用 用美國牛肉的牛肉麵一碗賣多少錢 先去查這件事情 再來跟我講 那我賣得多 不聊天就不要亂講話 對因為我們有堅持用料的地方 因為我們覺得 美國牛肉的那個香味 還是比東南亞或是一些 南美洲的香味還是好 蠻多的 所以我們沒有 並沒有去打算改變就是用料 而且政治我們林科長叫 我們也不會去 去分改裡面的內容 因為這就是我們要的標準 然後再來最後我想講的是 其實很多觀眾 大家都會去講說什麼 你常常在踢爆店家 背皮皮就不爽什麼樣的 我跟你們說 其實我在拍所有的餐廳 我從來沒有攻擊過對方的價錢 跟好不好吃 因為每個人做生意的方式不一樣 這我都是尊重 就跟我一樣嘛 我平常陪众或想要迴本 因為其實我沒在迴本 其實我只會針對踢爆 或是攻擊一件事情 就叫欺騙 美國喝牛要裝日本的牛麥女 你明明就過期要裝熟成 我只會針對這個去攻擊店家 看到一個抓一個嗎 那結果沒有踢爆咧 我會怕 你要說我們有沒有素敵 我肯定有素敵的啊 那檔人才入本來就是 可是我還是會繼續做這件事情 那我只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是在攻擊餐飲業 我是在攻擊餐飲業的那些臭老鼠 所以你們最後就是希望 大家支持一下台灣餐飲業 因為其實 自己做下來就覺得非常不好做 其實我現在收到比較賺 你要每次都講這話嗎 我認真的 對我是真的很用心在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 不期望我們多喜歡我臉科 不期望我們多喜歡我臉科做我的臉天 那至少我希望影片可以呈現的是 我是認真在做美臉事情 掰